事情要从4月25号说起 当天有位顾客在李先生的网店买了18件衣服 总价4600多块钱 他说这算是一笔大额订单 两天后顾客签收了这18件衣服 可5月5号下午对方发起了退货请求 我们一看一件都不留全部退货 18件都要退 全退 有没有选什么理由呢 选就是不喜欢 因为淘宝说起来是7天无理由退货 我算一下时间应该是4月27号到5月5号 怎么算都是超过7天的 那么我们的理由就是已经超过7天了 不能退了 李先生驳回了这个退货请求 这名顾客马上进行了第二次申诉 后来淘宝客服介入 判定买家赢 这让他很难理解 他这边好像没有超过7天 那你算一下 刚好是最后一天 28号零点到29号零点第一天 是不是 29、30、1号、2号、3号、4号、5号 5号的零点 是就已经7天了 他是5号下午才 下午才退货 那个申请退货的 稍等一下我看一下 他如果说是28号凌晨算是超时的 如果是从29号凌晨算是没有超时的 29号那变第二天了 第二天了吧 对第二天所以我帮你确认一下了 您看可以吗 李先生说当时他想着顾客既然不喜欢 也接受了对方退货的决定 但因为心里觉得委屈 就通过这名顾客的手机号加了微信 想问问原因 点开对方朋友圈之后 他有些吃惊 你看他里面的内容都是这些天都在那个西藏旅游 跟他交姐妹两个人互穿的 一路在塞就是西藏旅游的这些图片 都是穿着我们家的衣服 就是这次买的衣服吗 对 大概他们两个人穿了有多少件 穿了 李先生有些不解 明明说不喜欢 怎么又穿着他家的衣服去旅行拍照呢 他说的理由就是现在淘宝都判定是他可以退了 而且是七天无理由退换 他掉牌都在 衣服也是没问题的 不影响你二次销售的 那我觉得既然穿过是肯定是肯定是有影响 穿过的肯定是有影响的 没穿过呢 那既然他他具体 具体18件衣服 具体穿过几件了 那我可能他要收到货之后 我还看一下 记者电话联系了顾客小黄 衣服肯定都要试穿的呀 你你你自己买的衣服 你不试穿吗 有没有穿出去 不管怎么样 我有喜欢的衣服 你可以叫他再来试 我试给你看 是不是有大的 或者是说也有质量不好的 淘宝申请的客户介入 他那边确确定的 同意收款 同意退款 那个评证全部都有 叫他提供给你 你再来问我 好吗 不要什么都问我 小黄随后挂断了电话 李先生说 他家的衣服偏向民族风格 很适合旅行拍照 但这次退货的事 在他心里有些阴影 我现在看到就是 每次有些顾客 拍这么多 两三千三十千 一下子拍很多衣服的 我心里都有一点发毛了 就是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有大声音你还担心吗 对 还是蛮担心的 一边又惊喜 一边又很担心 这个心情非常矛盾 那种的话 如果你认为影响要去销售 要您到时候验货 收到 他退完之后 收到货的时候才进行 如果说有问题 到时候可以拒绝退款 姚宝宝航经验 记者报道 请查看